高雄三民区一处社区爆发了住户跟立主委之间的一个肢体冲突 而蔡姓老翁就被这个主委指控了 说他经常就在这个租屋的大楼内制造噪音 扰乱邻居的安宁 但老翁出面否认说他有制造噪音 甚至还反控说就是被这个女性的主委激怒之后 才会像这样子动手来打人 而这样的一个爆发纠纷的原因 双方各说各话 目前已经提交由司法给公道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蔡姓老翁很生气 指控这个女主委随意告人又恋财 动不动就要求巨额的赔偿和解金 光是大楼里面就已经有十几人都被告了 也让住户不堪其扰 但是主委则反驳要求这个蔡姓老翁要提出证据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而且一见面就互相的呛响 接下来看到这个老师被家长指控 疑似是虐待儿童 据了解在台北有一名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出面指控了 说他的独子就读小学的音乐老师 涉嫌对他的孩子施暴 时间长达了一年之久 结果导致这个小男童离患了创伤后压力症 一天有时会发作高达30次 加上也拿出了来自台大医院的诊断证明 医生研判这应该跟长期遭到老师不当的对待 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也让这父母亲相当的心痛 现在决定要提告到底 不过对此这个老师在受访时否认有施虐的情况 而校方已经表示了将要介入调查 我们的独家追踪 而追踪这名音乐老师 在校园当中相当受到学生的欢迎 站着校门口的宣传海报还有他的照片 从业二十多年来也曾经入选台北市的优良教师 还曾经被学校评选为是资深的优良老师 成立包括有合作团等等经常到欧美多国去演出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虐童的指控 他沿着驳斥还强调没有这回事 已经聘请了律师准备要告到底捍卫清白 不过对此教育局也说了 目前已经获报正在调查当中 在台中发生了酒驾自撞身亡的车祸意外 我们看到整个车子撞成了一团废铁 而死者则是一名八年疾身 二十六岁的胡锡男子 他平时从事消防器材的行业 就是因为喝酒之后 高速失控撞了安全岛跟捷运的桥墩 疑似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 就整个人抛飞车外钢场惨死 抄写检验的结果连警察都吓坏了 因为数值高达0.9严重的超标 而我们看到了就这样这么用力的一撞 这一台要价百万的轿车 直接变成一团废铁 连引擎都整颗当场喷飞出去 刚刚看到这名八年疾身 因为喝醉酒之后 结果开车去撞了这个电杆之后 当场不幸身亡 整辆车都变成了废铁 那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说是撞这个电杆跟撞墙 其实这个力道是不一样的 专家以两辆都是两公吨重的车体来计算 当时如果是时速160公里为力来换算的话 两辆车的动能各为88公吨重 但是如果去撞这个电杆的话 因为受力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所以每一平方公分的撞击力道 达到88公斤 是撞击墙面力道的20倍以上 所以整辆车真的瞬间一秒变成废铁 连这个死者的五官都被磨平了 我们独家追踪 好 接下来政坛焦点 我们赶快来关心的就是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被周刊爆料了 在2011年的失业期间 结果跑去买了台北市南港区 要价高达7200万的豪宅 那么韩国瑜阵营也质疑说 这是不是有国家机器介入才会爆料出来呢 甚至受访时也说他当时都失业了 怎么向人家来施压 让他可以来借款买豪宅呢 随后也在FB上面发表了四点声明 韩国瑜说因为经济的状况 这个预售屋买卖的合约 这个权力转让出去 还说他当选高雄市长之后 都是由依法来申报财产 甚至也说购买是八年前 夫妻两是非公职人员 所以没有财产申报的义务 不过也说选举期间被公开 这样子在当时买7200万预售屋的事情 是侵害他的个私 对此则是认为了 就说这个房价这么高的房子 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庶民负担得起 甚至也对于所谓有国家机器介入这件事情 蔡英文就酸说了 她说国家机器介入是要有证据 甚至还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前一阵子韩国瑜自报说 我这个追踪器的问题 至今都还没有搞清楚 整个豪宅案的爆发 也引来蓝绿总统参选人的针锋相对 各位观众 您唱播最新的消息 出国四项旅游真的要特别赏心了 在今天传出了有来自台湾的游客 到北海道旅游时 却不幸发生了跟大型拖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根据日本NHK的报道 在今天早上位于北海道上 富良野丁的十字路口 发生了一起轿车跟大型拖车相撞的事故 警方到场处理发现轿车是出租车辆 车上乘客就是来自于台湾的七名观光客 当中有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在车祸当中重伤意识不轻 因为事发的现场是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 目前警方正在核对观光客身份 并且调查整个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在新竹游民退休的女校长 她涉嫌多起包括了诈欺取材案 原来她伙同了两名女子 匡称说她是通灵老师 专门锁定一些长者跟病患 将市值不到两千块钱的一些预否项链 以能够消灾解恶为理由 居然喊价以三十万到五十万元来卖给被害人 甚至还诓骗被害人投资 结果有人最多竟然就被骗到了三千多万 至少有九个人因此受害 而新竹警方搜索也发现了 这个豪宅里面乱塞一些赃款 现金高达1.1亿 甚至也被塞了上百件的玉石跟黄金 带你目击现场 进一步追踪也发现了 这一个假装自己是通灵老师 诈财的前校长叫做彭春兰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涉入了恋财的争议 早在2009年时 她就假扮成私法黄牛 揪人小便是恐吓取财上千万 2007年还匡称自己买了一颗 可以改运的玉石 仲介其他人来购买而被起诉 而这个前校长彭春兰 原本只是在学校里面诈骗而已 如今却扩大诈骗的对象 过去涉嫌诈财 也遭到了判刑再度曝光 吴宗姓儿子的女友 现在怎么会要喊出提告呢 原来就是被这个直销公司给倒涂了 造成她的二次伤害 这名模特儿叫做水儿 她的半边脸像这样子布满了胎气 曾经她用这个遮想力很高的粉底液 在网络上来广做宣传 结果没想到事后被直销人员拿来做文章 就说她脸上这个是豆巴 只要用他们的直销产品就可以消除 结果让这个模特儿水儿非常的生气 这名model也恰巧是吴宗姓儿子 露西派的女友 看起来好像在顶级Villa做SPA 但这里其实是鸿海宠员工 盖在厂区的游泳池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致敬 旁边的茶叫做健康ATM 不管是你每年的健康检查记录 还是平常量血压体重 都会直接汇整大数据上传营端 我们的学生